哥们儿 还滑病吗 大爷就要借外号也出来了 当我再次穿上护具的时候 我就掉眼泪了 这位兄弟已经人没了 大秦连走了 正好 1979是传统 也必须有传承 上吧 英国盛 63岁 北京武金制造厂退休工人 退休后一直在家带孙子 2014年的一天 他突然接到一位 儿时老友的电话 请他参加聚会 一进门 这不是老鹰吗 三四十年没见了 模样都变了 握手 激动 拥抱 跟这抱完跟那个抱 老说一样 你不就是那谁谁吗 大爷就要借外号也出来了 几十年没听到 几十年没听到这边 突然叫上来了 我特激动 这种心情你说什么样 流眼 没错 没错 现在你了解我 那里还有点激动 一晃这么多年没见 再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老了 有的是白头发 有的是没头发 梅春辉 英国圣女和张红亮 都是滴滴道道的北京人 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但却是近四十年没见的老友了 这次聚会 也让这些散落在北京各地的老胖们 找回了青春 梅春辉 60岁 球队队长 三号 私职前锋 以速度渐长 集体配合你还要有速度 还要有着反应 张红亮 63岁 私职后卫 5号 强断凶狠 擅长防守反击 身材觉得不是那么壮 但是处理球啊 断球啊 特好 所以就是打后卫 英国圣 63岁 守门员 33号 忽旧凶猛的他 也是球队里的拼命三郎 有时候就把你脸上打 你要躲了 你躲什么呀 你这手面你就是被挨打的 拿你胳膊 拿你身的身 拿你脑袋顶 你也不能上去进 给人鼓励鼓励 这位兄弟受伤了 我没看出来 我看你也要滚了一块 看着没看着没起来 我这麻烦 干什么 想我腰一下 他是本身 本身腰 对他本身就有腰病 所以这么严重的腰病 还敢过来打冰球 这支冰球队拥有近40名队员 平均年龄超过60岁 每周三和周六的晚上9点半 是他们固定的打球时间 他们给自己的队伍 起名为1979冰球队 因为这一年 正是他们儿时的球队 解散的日子 这个照片是我们1979年 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 唯一的一张大合影 这是当时我们全队的这些队员 都在这 这是我 这是我 一点都不像了是吧 现在你看 这位在这打球呢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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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打球呢 都是后来找回来了吗 对 这位 这位 都是打球呢 走来走来 冰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加拿大 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 集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因期赛场上的激烈冲撞 也被称为最热血的冬季运动 1970年 为顺应冰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北京是山海体校决定 组建少年冰球队 山海内界出了点人 包括那谁李连杰 那李连杰比我小三岁嘛 那时候都一块嘛 还跟他们打架 器械拿着训练完器械小孩扛着出来了 我们拿着冰杆 走在那个路上那碰着他们 经常拿着杆跟他们 跟比武术似的 跟打 逗着玩 李连杰有一次 反正小嘛 打枯了 他们的教练 找我们教练了 说你们那个队员可不对啊 你们大 我们这些小 跟我们队员打枯了 回来我们就乐 你学武术的做我们打呀 这些事 现在还有人回忆 1970年仅仅10岁的张宏亮 在石沙海冰场把野冰时 被教练看中 将他招入冰球队 彼时球队中的20多名队员 都是和他一般大的孩子 他们有的是从民间选拔而来 有的是由体校内部的田径队 和足球队转型 由于北京的冰期较短 他们每年会被送去东北集训 一个走道一个通步 大家一块睡吧 平时见面聊天那会儿 真是讲话光屁股在一块儿了 咱看看吧 所以哥尔比哥那一说大通步 那都觉得挺热的 开心 山南海北胡扯吧 就这样 完了以后教练红着睡觉 我们无点容易就起床 但是外面很零下二三十度 教练还不许穿大衣 跑步去啊 出草仓啊 教练是穿着大衣啊 穿着那个大头鞋 舞得暖暖和和的 但是我们是不许穿大衣 那很多人对这段 这个经历特别的难忘 夏天去训练体能的时候 跟篮球 女篮去打篮球 那这都预想比较深 跟他们女篮 男篮打不过 女篮当时还送小坡 老爷们一块打 那有什么意义啊 那跟女的打 哎呦这不行 我打篮球我不能碰着 你碰着那男的我拍你一下 捅一下心情 女的你看你一篮球 你捅一心情啊 哎那时候女的 就说你干什么呀 要不然你臭流氓 我们那时候属于 男女受伸不轻那感觉 就是不能泡 你呀一跟他说聊一下 你想他可留神了 我们那时候一撒着一聊天说 那叫拍脖子 以为女生要多聊两会儿旁边 可怎么着 你看上他了 拍他呀 都那样 我记得那时候 第一年到东北的时候 杨康那边撞着那东北的 没撞着 靠板枪板枪给撞他了 那边就十万大了 东北的板枪不接上 给他们那根吓坏了 我说那根吓坏了 那根吓坏了 废啊 你忘了咱们那年 在咱们那个宿舍下面 不是训练吧 那个是长城那根吓坏了 就是打他们 给小鹏 那小的后面一个 他告诉他 把小鹏的腾子 撞到墙外上去了 是啊 后来他们给咱们开队会了 我上帝教练把我伴去了 你去干嘛去 手别不能上 那时候也拔得烫了 是吧 当时就 当时一激动喝假 就是一撑开板枪就起来了 是吧 然后就往那儿拐着拐着 还穿着这玩意呢 拐着拐着 拐着拐着 你干嘛去 那次给他们 现在是人家打得不善 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给两队弄在一块 那个 他们岁数比我们 这边岁数大 新年队呢 而这都大了很多 大很多 他们好几个都是超领的 没错 他们老改年龄 来 上吧 九年间 北京施刹海少年冰球队 一共参加了六届全国比赛 还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 在冰球运动几乎被东北地区 统治的背景下 这个成绩在当时 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第一年去肯定不行 我们技术可以 我觉得 就是那种临场的那种紧张 没打过比赛 动作失调 没上了 抽筋 然后第二年可不是了 第二年 东北人把北京队列为黑马 赢碎点队 强队全平 唯一输入冠军队 哈尔滨队 就唯一输他了 那一年我们拿第六 平的太多 这是我们1975年 参加全国少年冰球比赛 代表北京少年吧 拿的第六名奖章 这个奖章也快五十岁了 对呀 你算了75年 这75年呢 现在一直保留着呢 东北那一趟比赛啊 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提高 非业式的发展 所以大家也憋足了劲呢 一想咱们明天先去干 大家就做的这个 我们的工艺实力嘛嘛 我们都准备训练了 开始陆地训练了嘛 都兴奋中了 教练说先别换衣服 先等一下 他呢一脸呢也是挺阴沉的 就说呢 这个咱们体校决定 咱们这个兵衣队解散了 以后不办了 1979年 石刹海体校解散了冰球队 冰球是一项门槛较高的运动 除了场地要求外 球服护具 冰鞋球杆也十分昂贵 成为职业运动员 需要付出极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即便是在今天 学习冰球的孩子们 更多将它作为爱好 但对于梅春辉这一伙冰球少年来说 九年的体校生活 已经让冰球成为了他们的全部 家就是面面相识的 怎么这样了 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 每天上午上课 下午到体校 都已经成习惯了 就突然的这事没了 很不好接受嘛 当时我想的这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阶线星》 很优 okay 《阵线星》 看上去香港大文件事 您还是黑就在我们的 加油 加油 卡球 1979年離開體育後 梅春輝參加了高考 並順利考上了當時的北京體院 學習體育教育 但球隊的大部分人 卻並沒有那麼幸運 19歲的張宏亮 去了北京順義的城關公社插隊 插隊拿鐵銷四季 從那個農民家裡 那個豬圈裡邊起豬糞 出來以後 那小牛車往裡一放 那糞隔車上 完了以後呢 還得把那個糞啊 路上不能掂散嘛 還得拍出一間來 很實實在的一間 然後往地裡送 在地裡隔個五米 一敲一嚷 一敲一嚷拍著對 好玩 也倒是好玩 我對插隊的心態啊 那心裡就是玩 大鄉插隊一年半後 張宏亮被分配到 北京一家出租車公司 做汽修工人 當年的冰球少年們 大多和他一樣 進入工廠 過著普通平凡的生活 家裡孩子多的 插隊 兩年 三年 五年都有 然後家裡孩子少的 那就進工廠吧 我就進了工廠 專門做港口用的吊鉤 徐東諾 第一年十六塊 第二年十八塊 第三年二十二塊 徐東諾玩了 一級工 二級工 三級工 您最好的八級工 八級工的工資就高 那時候八級工基本上 是一百多塊錢 您做工人做老人 我的身份 打退休就是工人 四歲了 時光流逝 轉眼四十多年過去了 在平淡琐碎的生活打磨下 那些曾經駛逞球場的 熱血少年們 成了一個個 謝底的中老年男人 你要說這四十多年裡 就沒賺活的病 三歲結婚以後 有孩子以後 頂多帶孩子上冰場 租個冰車推著孩子玩 更別說打冰球了 在那個 我上十大海那兒去逛一趟 也看有那個打冰球的 幹嘛 媳婦就問 幹嘛還看打冰球 還想著人家玩吧 還想玩吧 我說也沒這條件了 一看來 這都我玩剩下的 就這感覺 這麼多年 一直大家都各忙各的 有家庭啊 有孩子啊 有工作啊 而且當時的這些條件 也不允許啊 確實咱們這個 整個通信不發的 其實絕大部分人之間 是處於一個失眠狀態 基本上是 上啊那誰 大爪上 你們三唄 還後衛呢 還後衛呢 我們倆打後衛今天 他們倆打後衛 上了大爪 上了那誰 那我們幾個一桌 對吧 從北京體育大學畢業後的 梅春輝 被分配到國家體委 負責商業賽事籌辦 沒有舉辦冰球賽事 他都會感到一次激動 那是一種久違的衝動 偶爾 梅春輝會和三五個 還有聯繫的昔日隊友 一起在家聚會 小班那幾個走得比較近的吧 就是經常在一塊吃吃喝喝的 這些 我們家是個點兒 是個聚點兒 就經常到我家聚 這個黃毅君啊 黃毅君就說的 他說那個 咱們現在有可能 把大家聚在一塊兒 咱們小範圍的先玩玩 所以到這個2014年左右的時候 我們就行動了 就上兵了 當上兵大概有五六個人 2014年 53歲的梅春輝 和幾名快要退休的老伙計 開始恢復冰球活動 同時他們也開始 四處尋找失聯的隊友 沒找到一個人 只要提到冰球 這些衰老的臉上 都會閃現出椅子音器 在此穿上裝備上冰 用這些老胖們的話說 有一種爺青梅的感覺 這場就好像一巴工在一邊 走來走來 有一看 你家頭髮都白了 你鬍子都白了 就這感覺了 往來見了這些人 也都是 講話歲數不完了 這麼多年沒見了 哥們身體還行吧 還喘著勁了 肩膀還喘著勁了 好好活著吧 好好活著 哥們還滑病嗎 我說有年頭沒滑了 哥們你守門的 現在這打球缺門 你還能不能守門 我說沒家伙 你幫我家伙 你來就行 就行 當初我拿那套護具 都屬於破舊的了 當初一穿上 找回原來的感覺 穿上這身衣服的感覺 脫了感覺 當初我也說不清 反正就是 我又穿上衣服 又能守門了 好 好 好 我們自己的老隊友大概有十幾個 接近二十個 我這個是守門員的服裝 因為我從小就練守門 我從一九七九年之後就沒有再接觸過衣服 當我再次穿上護具的時候 我是吊眼淚了 我是吊眼淚了 好像在我的印象裡 在我的概念裡頭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還能穿上這身服裝 當時戴眼淚是自己一個人嗎 對 沒讓別人看的 也有別人看的 這個別人是看的 確實是很感慨 老想做以前的動作 但是真的是做不出來了 做不出來了 把我們的一個老隊員還給 放倒了 當時就摔掉了他兩顆門牙 你想照牙嗎 我給你夾牙一拿下來 就是把您的牙剋沒了是不是 是什麼樣的 當時失憶了有二十分鐘 看著牙 沒那麼多 沒那麼多 你這個有點嚇人了 我就頂多剋掉你兩個牙 大家聚在一起打球 場地是最大的問題 北京的冰場不多 且價格昂貴 打一場冰球 通常要幾千元 這對於這些退休的老人來說 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幸好球隊裡的 另一位守門員周雲杰 離開體校後下海經商 如今已是頗有實力的企業家 2017年 他出資建了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 冰球館 對 當初這件事 他跟我說 咱弄個冰場 我說弄冰場真不賺錢 他不用賺錢 賺什麼錢 我聽說好多人勸 咱們 你爭拳的這件事 這就是他先不賺錢 他當初這意思就是說 咱們一個接比賽 一個人能給七兩年 提供訓練的地方 當時北京有很多冰場 但是標準的 特別是NHL 這個就是北美冰球聯賽 標準的冰場 在北京 或者說在全國一塊都沒有 然後就做了這個冰場 冰場建了以後 我們的老兄弟就把這兒做為主場 也就是1979隊的主場 我們每周三每周六 會固定在這裡進行活動 從此 每周三和周六的晚上九點半 冰場結束營業後 這裡就成了 這群老兄弟們的樂園 他們給自己的球隊 起名為1979冰球隊 以紀念他們的青春歲月 這一試就感覺歲數大了 動作沒有原來靈活 笨了 反應最起碼就慢 沒有原來看 有時候是看見東西反應過來了 胳膊腿腳沒有原來力 現在肩膊能打一塊球 說明還沒老 還能動 心態還沒到老的心態 如果從我這兒來說 傷兵力不從心了 做不了 動過了 或滑起來累了 那再單說 具體能到玩到什麼時候 我沒有無法 就是能動就玩 好球 好球啊 好球 好球 我還跟他們開個玩笑說呢 不知道哪天 不是說打不了的 這個人就沒了 我想還能打個幾年 他們說你這兒打得七十多歲 你得說我這個動作啊 瞧你這個瘦樣啊 他們說 但是我心裡一想 我應該打個三四年沒問題 只要能打 一直打你 我心裡小輪 看這盒吧 這盒也都包括了 這位兄弟已經人沒了 大前年走了 鄭浩 都知道 這確定了已經 很多人知道 這是中間是我 我當時戴一戶唇 你看不太清楚 吳浩 我現在 在1979還穿著五號印 在這座冰球館的二層 周雲杰 為1979冰球隊留了一塊地方 建立一個小型博物館 幾個不大的展示櫃里 陈列著這些冰球老泡們的 青春印證 這個頭盔啊 這個頭盔 應該是我離開上海以後 應該在1976年 離開以後 應該那時候還有那個 沙海底下 還屬於國有資產嘛 要往回收這些東西 往過去嘛 但是呢 教練不知道怎麼可以忘了 這個頭盔我留下了 留下這個頭盔 一直伴隨著我玩啊 當然也 一段時間二十多年不玩了嘛 當我玩的時候一直戴著頭盔 然後這等於是 也是博物館嘛 就在我們那個1979博物館裡邊 展示 我看這個事有點褪色了是吧 後面 對呀 三十多年了 它原本是什麼顏色 原本是紅色的 全紅色 怎麼會變成了 謝謝 好 乾杯 好 不是 行嗎 ただ 剛才球打 うだ 这很大 这很大 原来都是老 现在都是老 对 再会儿要是再有机会儿 我给你打这把 我能搬到 我其实没有给自己 这个打冰球设个连线 我想的是我们这个队 我们这个队呢能 续存多久 所以这方面将来可能 要多做些工作 能吸引一些好的队员进来 继续的把这个队能搞下去 这个队内 人的结构 跟这个团结相经历很强 我想这个队 一直能打下去 唯一就是自己身体 大了 当然现在不是说 你说看那镜是什么 有后续力量 再招点 这个队名肯定一直有 因为1979是传统 也必须有传承 所以说将来 如果说这个队到了某一天 可能没有是阿海的这些 我们这些老队友了 这个队是不是还能存在 我是北京 我是北京一九七九队的梅春辉 今年六十岁 杨孝柳 今年六十二岁 我叫吴林 我叫英勒盛 我叫赵典忠 今年六十四岁 六十二岁 年龄六十 我叫张红亮 李玥 田立新 王永平 六十三岁 今年六十五十五十四 大编 五十三岁 前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十系直通车